好 那第二種其實我們要講的 德魯西的中華少女 我們人類的感情 這個整個時代音樂史的藝術史裡面 通常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美感的觀點 我想真摯也一樣 我常常開玩笑說 讓我聽的時候真摯也一樣 為什麼 有時候 沒有說到底就是中華效應 對不對 什麼叫中華效應 你聽了好久的感性了 我希望來多一點點謝你 聽了很多古典的 你希望多一點光光 廢話裡面 在寫實寫著很棒的 希望來給你朦朧之美 我歷史說 古典藝術派有很多 所以馬上這個曲子 感覺是不一樣的 什麼叫印象感 你看我們莫列這個作家 莫列出來 日出印象 他說 喜歡那種古典很寫實的一筆花 像米樂 米樂的石碎 文化 描寫那個香蕉之火 我們的科幻 文化 那印象帶的話就是 我們走到陽光 走到外區 然後感受那個光影 閃爍 比較動彈的感覺 各位 我今天一點就來到這邊了 這個空無一人 我一個人在後面享受 當中日的陽光 風吹了 今天真的還 等一下 我會在這邊去 會給我搶他的眼睛 我很喜歡大自然 自己想做好棒 所以 印象帶就在這裡 印有色 等一下人不吸 你看到這個感覺 就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架構 這麼完整 這麼理解 你如果從德奧作品的體系 從 哇 海盾莫沙特 從背到溫屍 這困難的失落 他們都是 很嚴謹的 曲勢價格 還有他的 發展的 那個思路的精神 可是這一回 你欣賞 只要找一個 一個景點 一個心能 就讓很多 突然間 瞬間的變化 來重複他的身體 就是沒有一定 你是動態的 沒有親自的 其實我們 喜歡風景的人 喜歡說 啊 手頂裡面 正如的時間 照著是樂壇 美則美 但是他 如果在清醒的時候 那個水有點暈暈啊 那個傷感 對不起啊 哎 不一樣的懵懂之美啊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回到主題 這個曲子 而不吸的 中伐少女 他是在他的前奏曲 那個第八首 他是受那個 蘇格蘭的 那個 詩人 同樣的曲 同樣一個標誌的影響 他在聊天說 哎 比如說 在海邊 你看到海邊的上坡上 有一個 中防少女 他就 微風吹來 陽光閃爍著 他就 我們就看到他的頭髮 在那邊閃閃爍爍爍 他沒有在那時候的事情 他很自然的 就揚浪在北方的海邊 充滿著石蘭光的山光裡面 有那個 炒著芬香 看到一個少女 搖曳生枝 那個搖曳生枝 那個搖曳生枝 然後他 望著北方的海邊 啊 多少青春的想像 可能意味出在裡面 好 那你看喔 這時候選擇一開始出來 有一段選擇 你體負一下這段選擇 好 好 就這樣 各位 有時候選擇一點 就你一點想像好 接下來 我又要跟我說 你從頭到尾 看到這段選擇 做不一樣的 多一點被問的時候 跑到高溫去 有時候稍微被弄一下 那個氣氛生中的感覺 你就想說 你在看到 因為中防少女 在海邊的山坡上 充滿了石蘭花的 這個 在海邊的山坡上 聞到花香 陽光閃爍著 然後風吹著 看陽光眼光 望盡天眼 好 就是說 那個 看他美好的問題 你想像一下就好 所以這就是 欣賞地下拍的一個 小小的方法 好 以最多的掌聲 迎接著手 得不起的 東法少女 中文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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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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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